感谢天师的 听了一堂课就仿佛中间 间隔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这一部经是在中部 有一位讲师他一再要求后学 是不是能够重讲一遍 因为以前在讲课没有录音 所以就没有参考的资讯 那之所以迟迟不能着手 是因为感觉准备不够完善 如果我们讲任何一部经典 你不过是一文解义而已 那也不用去大费周章了 那这样的东西汗牛冲动 处处皆是 那严格来讲应该是就我个人而言 这部经典的准备 有那么一点点的苗头 所以才敢跟各位前嫌分享 那也希望藉由这部经典 帮助我们所有的前嫌 你再一次的透过王宏仪言行录的一个研读 你能够体认出一贯道的修行的方法 天道跟人道之间的关联性 过去我们常在道场上讲的一些专业的术语 我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大家都这样说 但是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似乎又没有一个底气 因为我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后学希望透过王宏仪言行录这一本经典 跟各位前嫌把这一方面的礼物 透过王先生他个人在生活上的一个实体的视线 让我们礼根式去做一个融合 然后相对的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去考察自己身上的一个盲点 我这一段时间来遇到了不同的前嫌 有本祖宪的年轻人 有他祖宪的讲师在问后学 我要如何反文文字性 我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各位前嫌 我们不是常常讲要回光返照吗 我们都自认我们很会回光返照 其实如果你真的切实做到了回光返照 他就是反文文字性 你真的落实了这一步的功夫 心理疗法破手可得 换句话说 你可以往内透过观照 找出自己疾病的源头 在心理层面上 我们去做一个进化 我们的自信不能做主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逐渐的消失了 所以你要去增长自己的免疫力 要让自己身体健康 要让自己身上所沾染的那些的病痛 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疗愈 或者再加上医生的一些医术的配合 才能够真正的正本清源 或者可以延续我们的寿命 又或者可以减轻你我的痛苦 刚刚我们刘讲师提到 偶外面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有那么一点 好像非常迫在眉睫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时间 可以责任负起的 我绝不推卸那个机会 其实这个事情大概无非就是指 连缘佛堂的小词的一个归空吧 应该指的就是这个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短短的八月 道清走的不是只有他一个 他为什么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 因为他年纪很轻啊 那因为他在染病之后 刚好有道清跟后学谈到这些东西 后学也到医院里 去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谈的就是心理疗法 我说你的疾病在这个区块 他不是没药可救 但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挖出你内心里面 那些负面的情绪 否则单靠药物 他是无法我们讲挽回来的 那就算我们最后再进行了这么样一些的 所谓的交谈之后 他终究是 无力罚天啊 还是走上 归空这条路 可是他的死亡的过程到最后一刻 跟感染这个疾病的人 是截然不同 他是胰胀癌的末期 癌王啊 你们随便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胰胀癌 他带来是身体上非常强烈的一个剧痛的 痛到他人必须要卷曲在那个地方 仿佛才能够略微的减轻病所带来的痛苦 这是最粗浅的一个观念 可是透过那一段的一个沟通 后续有首人讲师在跟他分享一些性疑疗法的俏谋 他到最后闭上眼睛那一刻 他没有吃过止痛药 他没有打任何的马飞 他也没有贴马飞片 他是真正的神智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即将要回到弥勒净土 跟祖师团聚了 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最重要的 他把他心里的那股怨气完全都解开了 他放下 前前面会问 周讲师怎么可以如此肆意的 把当事者的名字讲出来 因为我经过首人讲师的同意了 他认为有必要让大家去了解 心理疗法所带来的一个尊贵 他也了解你心理疗法 你真正的有彻底去反省到自己的内在 你真正的落实了 盘经里面所谓的真忏悔 上天从来不辜负你的 纵然你已经不能够再留下来 他也让你免除了最后这一段时间的肉体上的一个痛苦 我在道场上这么多年来 不断的跟前贤们分享心理疗法 用修行与能量 医学科学去印证 你们真的不要去走一些树流动静旁门走道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 老天爷拿你莫可奈何 但是终究代表你理路不清楚啊 就算是你在道场扶持了再多 我敢勇于断言 你充其量不过就是外院的一朵壁花而已 你只能站在外院 你跟内院是毫无任何的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理不清道难修啊 你所有修的是在皮毛 你没有离开一些世俗人的一些的想法 这些都是在经典里面印证的 可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推广 在道场上真正能够用得出来的人 他寥寥可说 可以得到具体效果的 也真的没有几个人 就我个人所了解的 五个手指头用不完 现在顶多加了一个小词在里面 或许有人说 我私下用我没有告诉你 那我的资讯是不够完整 但是你用的有没有效果 你在跟我谈那个过程的时候 我当下就一目了然 皮毛 皮毛的东西是带不起任何的一个自信的一个疗法 所以我前两天也有其他人跟后学 再一次的探讨这个问题 我就问他省思的一个结果 那个结果出来以后 我只跟他讲一句话 你好像完全没有走到大门内 你所讲的都是你个人的优点 所以各位浅写 我们天天在讲回光返照 我们听过《人言经》返文文字信 我们读过了儒家的经典 叫我们要无日三省无声 我们也深入研读了六祖谈经的真忏悔 到最后你所有的忏悔 居然是流于表面化 你就解释出来了 为什么我修了三十年四十年 我的命改不过来 原因在哪里 从来没有彻底的进入反省 你真正的反省 心里会带动生理的反应 所以他就问了后学 那我该如何去反省 我说你听课 就按照课堂上的道理 去逐一对后入座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我讲这一段的事情 也无非是跟各位前嫌 去做一个引导 今天是王宏仪言行录的第一堂课 就请我们台上台下每一个人 我们在研读王先生的每一个人生的历程的时候 他历生处事之道 我们听了多少 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用这个内容 去检点我们自己 我们在介绍王宏言行录 会从他的童年 一直到他归空那一刻 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 换句话说 童年的往事 我们不负记忆 可是总有残留一些的印象在里面 你透过那个印象 你在省思你自己 你童年没有改的毛病 你长大了 他就是你的盲点之所在 他就是你这一生 来到人世间需要修行的功课 所以相信圣人讲的话 后学不过就是 圣人跟你之间的一个传生童 不是圣人说的 我不敢讲 圣人所说的 如果没有具体的效果 圣人也不会留下这么多浩瀚的经典 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 所以清闲 自信只能自顾 自己的生死 自己了 自己的苦难 自己解脱 而解脱的方法 就是对号入座 舍此 没有另外一个法门 所以刚刚留讲师 也讲了那么一个小故事 你要位列先班 你要跟圣贤 比肩熬游 你却用凡夫俗子的标准 在衡量自己 就想我要去读高等学府 可是我只用那个 及格的成绩 你要进去 人世间 你都不能够 如你所想 圆你所愿 那天上的这些的果位 你这样含糊带过 在西性上 秉性上 我们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良心 良心上面 我们还有诸多的污点 即便上天有慈悲 他也不能够强力而为 让我们到成天上 所以古往今来 要成道 靠的是自我的一个努力 所以我们读各部经典 都告诉我们 天地间最为尊贵的 就是道 因为如果没有道 就没有天地万物的一个生成 也没有你我的存在 也没有这个世界 都没有 所以道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源头啊 那智贵者德 谈的就是道之用 万物既然是由道所生 所以道本身所具足的德用 万物的身上都有 可是我们谈万物 零零种种 你不如回过头来 看我们自己 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嘛 只有人才能够把天地所赋予的道德 发扬的淋漓尽致啊 但是最可惜的是 人生难得 得人生如掌中杀 世人生如大地土 这是佛陀讲的 我们求道的时候 讲求道有四难 其中一个就是人生难得 那这个难得的 我们已经得了 得了这个色身 色泪自有道 我有没有把上天赋予我这一点灵光 在我的这个四肢百害里面 行诸于万 所以人之所以 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才 人之所以 舔居于万物之灵的首位 是在于万物当中 只有人 才能够将道德 完完全全的行诸于万 所以我们最容易看到的 所谓的天道地道 天的一个高明 无物不普照 地的一个伯后 伯后无物不成长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责别 只有你我人类才能做得到 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 是我们自己放弃了 做人的一个条件 做人的一个资格 所以佛陀有讲 保有人生 如果不懂得修道 就很容易 轮转了三世以后 就失掉人生 因为不知不觉的 就自趋下流了 所以我们过去唱一首圣歌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求道以后 你不要做道场的观光客 观光客 也就是代表 你不是主人 你在一个地方 走马看花完毕 你就卷卷行李 就离开了 你好不容易进入到修行的这个宝山 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么多修行的尊贵的资料 你好不容易掌握了可以解脱生死的这么一个契机 可是如果你求道以后 你不修 各位前显 你永远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入宝山 空手而回 因为我们要做到超生了死 它真正的关键 就在于 我有没有老实去修道 而我一贯道的修行的方法 跟过去中文的修行 大不相符 这是因为它会随顺着时代的一个变化 它就会做出一个最适应现代人修行的一个模式 过去不论佛门或者到家的修行 它强调的就是抛家舍业 可是你进入到末法时期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也讲 末法时期的修行 它是你在家行出家之道 在成 你要不染成啊 他跟我一贯道 所强调的在家修 生活即是道场 完全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一贯道的硬实 是在经典上 找到千真万确的一个印证 一贯道的修行模式 也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里面讲的 末法进入到五着恶事的时候 你的修行要从哪里去着手 这些我在解忧婆赛戒经的时候 就跟各位前贤 引用经典借用古德的 出家政的一些的言语 跟各位前贤介绍 这一贯道 他所有修行的模式 是合乎过去其他中文的修行 他唯一的不同 就是你不需要抛家舍业 那我们所谓的一贯道的 在家 在诚 是什么意思 他谈的就是入室之道 我们的外王功夫 从我个人的一个家庭做起 在工作职场 乃至于对于这整个的一个社会 我们该履行的责任义务 我们去承担了没有 所以我们练讲题 有一个五轮八德 八德不能够离开五轮 你离开五轮 何有八德可言 你五轮如果离开了八德 你五轮怎么去维系 这就是我一再跟练讲的人讲 八德跟五轮之间的关系 你弄清楚了没有 不要把他头是头脚是脚 讲八德 孝涕忠信 礼义廉恥 五轮我都知道 那两者之间的脉络呢 那个整个的融会贯通 我们抓到没有 所以我一贯到 我们要弘扬 刚长伦理 别人弃道德如必喜 我们却要把别人丢掉的东西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扬光荡 当我们能够勉为其难 将这些捕圣人的道德伦理 我自己去做了 我才有足够的率福力 去影响别人啊 一条路你没有走过 那各种的甘苦的滋味 你要如何跟别人分享 你认为落实五轮八德 那么容易吗 负不吃只要笑 修不有地要功 他不忍我要义 讲起来侃侃而谈 行云流水脱口而出 可是你要把它 在你的生活当中 做一个结合 它是很辛苦的 那个辛苦 还有佩戴着一些的痛苦 痛苦在于哪里 因为你要克服到 自我的一个主观意识 你要超越自己的 一个行为的模式 而这种主观意识 行为模式 它是你多生多节 累积下来的一个惯性 你打破这个惯性 怎么会容易呢 所以谈半道都很轻松的 事情有一个 取忠人善的机会 时间还修到很困难 一天24小时 张开眼睛也在修 闭上眼睛还要修 晚上睡觉不能够有梦 那不是很累吗 所以我从来就认为 修到这条路很辛苦 因为看自己走得这么艰难 就用这种同理心看待别人 所以我对别人 从来没有过度的要求 别人再多的不好 在我的眼前闪过去 我看到我听到了 可是放心 从来不进入我的心 我不会带回家的 我不会让他夜夜陪我睡的 我不会 我天生有这么一个好个性 年纪越大 这个个性更明显 因为年纪大了 记忆力衰退了 这是事实 所以外王我做了没有 外王没做 五人关系 他就有缺陷了 这个世界之所以动到不安 左传讲的 人气长则妖心 妖是什么 妖就是披着人皮 不做人事的人 或者说做生意挂羊头 卖狗肉的人 表里不依的人 这些都是妖啊 他之所以好好的万物之灵 的人类不做 自甘于沉沦在妖道里面 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里面 背离了常德 常德就是我们讲的八德 或者五常德 或者智仁友 一样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学到 你一定不可以忘掉自己身上 该履行的责任跟义务 那所谓的 我要离城 我要出家 谈的是新出家 新出家 夹着着 就是夹索也 什么是你的夹索 烦恼是我们的夹索 看起来我们四肢可以灵活应用 但是往往会觉得 心里面 那个负担很沉重 原因就是 他有一层又一层 我们所挂碍的事情 让我们那一颗心 不能够自由自在的展至高飞 所以从来幸福 不是从外面来 它都是我们自己 捆住我们自己 所以谈出家 谈离城 它就着重在我们的心态 我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要去我的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三毒 简单而讲 就是所谓的习性 以及秉性啊 这个扫干净呢 我们才有能力 跳出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希望解脱生死轮回 我们既望能够跟圣贤 饼肩而游 它跟你的身份 没有直接的关联 它跟你的内在的修为 是可以画上本号的 所以我们一再讲 我们要去负名本性 我们虽然是在家修 但是我们要行出世之道 一贯道的出世之道 谈的是个人的心态的一个修养 也就是内生的一个功夫啊 这个是跟儒教 佛教 儒教 道教是一模一样的 那问题我们是再成 我们是在家 而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知见 关照的力量不够 所以被外境所牵引 我随境扭转 所以在这一个再成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细微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注意到 你必须实时提醒自己 否则就容易被外在的一个大染缸 我们也被他给养物而不自觉 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 里面就记载 本来我是计划先讲这部经 再讲王凤与言行录的 可是机缘就是如此 随身的机缘转 随先随后 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 所谓的选择了 所以佛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 他就讲了这一句话 我们在座的前显 即便您现在年纪大了 你已经远离了工作场所 可是我们一些形式的作风 不会因为年纪大 他就一扫而空 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在这部经里面 佛陀讲 受佛境界 诚信奉行 也就是你有心加入到修道的行列以后 你对于圣人所讲的道理 你一定要信受奉行 我们是对道有十足的一个认定 我们对道也有十足的热忱 可是当我们理路不清楚 我们智慧没有开展出来的时候 我们疏于关照自己的身口意 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到信受奉行 真正做到所谓的信受奉行 内外谨慎 内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 外面对于自己的一言一信 我都能够非常的谨言慎行 绝对不背离我们的信德 从信德流露出来的 只有善没有恶爱 然后在日用轮常当中 我想什么 我说什么 可是不要把我解错了 我觉得你很丑 所以我就讲你很丑 我是心口合一的 那是代表你这个镜子已经脏了 你的心不干净了 所以你看所有东西都脏了 了解吗 所以我们喜欢评断别人的不好 我们喜欢看到别人的一个错处 我们忘不了别人曾经犯的错 各位请写 刚刚吴向颂不是讲吗 自心即是左 你已经造了弥天大过了 因为那一刻你的自信 就不能够当家做主 他已经流离失所了 所以心口相应 是告诉我们要言行何而为一啊 你不要妄语其语啊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啊 他说这样子你可得为世间事 不可得为世间义 你也可以娶妻身子 你也可以找一份工作来安身立命 当然一定要符合正命 你的工作不可以杀身啊 你不可以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业啊 破坏别人 然后来谋得自己的利益 这不可以 但是不可得为世间义 我们有一些地方就是触犯到这个了 世间义 所以安娜就问释迦牟尼佛 世间事 世间义 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世间义就是 事项上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 去从事你自己该有的一个生活 世间义是什么 佛就讲 唯佛弟子 可得三范 你可以做一些营生的工作 平抖直尺 不可枉于人 你要同少无期啊 你不要答应人家这个价钱 我跟你讲这个一百块 事后想一想 这一百块我利润微薄 所以我就给你 改换一些的本质 里面给你套一些水啊 把那个东西稀释掉了 然后我可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这个就是世间义啊 施行义礼不为神明自然之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一切 家庭生活工作职场 凡你所在之处 你不要去违背圣人的一个教导 养生送死谁碰不到 早早晚晚都有 以喜应取 婚嫁搬家 都有 这些都叫做世间事 但是你不能够像坊间的人一样这样做 什么做 你不要迷信 你不要去补卦 你不要看风水 你不要画幅念咒 用邪术商人 我曾经碰过一个朋友 他找后学帮忙 他被他同门学到的人 放邪术来害他 让他整个人坐立不安 我看见他家大大小小贴了一大堆的符咒 你修到的人 怎么会用这样的一个邪取的手段呢 放小鬼去伤人 这是我真的碰到朋友受难 我教他的方法 就是从人眼睛去着手 你的念头要正 一正就破万邪 邪是不胜正的 黑暗是抵不过一线光明的 从自己本身做起 你也不要拜邪神 然后用书文咒表玉皇大帝之士 记得鱼敬意欲造神祭吧 他对自己的生活的遭遇觉得不满 每一年年底就写一个表文跟玉皇大帝申诉 老天无言啊 你不知道我修得很好吗 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这么愚痴的学到的人 最后赵军看他还有药可救 因为他不论再贫困 他都没有忘记用一杯清水 去奉饰那个赵军 所以赵军来点化他 也因为他是可造制裁 赵军跟他讲 你再不改这个习惯 我怕你不 后面要承担的祸事 远远大于前面 前面都已经家破人亡 后面我遇的祸事 就是在劫难逃 乌乌哀哉吗 他改了 三年改了 命也彻底修正 我们有些东西 是不会改 不改的原因就是 疏忽了 或者沿袭着自己的 惯性的作为 所以道理一直在听 遇到事情的时候 心慌意乱 又沿袭过去那种错误的思维 所以如来法中 我有选择良日即时 我要结婚 我要生子 我要宴客 我俏辫子归空 要祭祀 都要选一个良辰吉日 这是我们惯性的作为 七月份不能婚嫁 七月份也不要伤脏 为什么 因为七月是鬼月 七月是大笑月 七月是吉祥月 你换一个角度 你还有这种鱼翅的想法 所以你看人家小吃 做得漂亮 我就选择七月出去 所以道理明白了 你做得出来吗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不要刻意去选择什么时间 你不要刻意去选择什么时间 才是良辰吉事 天地是道所创生的 道会有不平等吗 万法归一啊 万法零零种种 相貌不同 但是源出于道理 体是一样的 何来不平等 不平等是我们的心所造的 所重的 所以问吉兄 不要在外面找答案 问自己的心啊 所以我们谈到 在城出城 在家出家 你就一定要去理解 在城在家的时候 哪些事情我做了 可是我的心态 我的方法 有没有健全 已经到末后了 自我的检点 要更为的详细啊 只是孔子的孙子 孝金是他整理出来的 我们称他为宿圣 因为一个真正孝顺 父母的后代子孙 他能够把父母心里 所想的话 所想的事情 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愿意把他做出来 所以我们称他为宿圣嘛 紫狮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叫做费子羊 费子羊跟紫狮子 有一次在见面 谈话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说 无念周世将灭 孔子狮子是东周时候的人 孔子就是东周的人了 对不对 东周已经进入到西周的后半段 所以这个朋友看整个天下大事 觉得周朝已经慢慢的衰败 周天子的政令不能出于皇城 各个诸侯国有庙 都自立为王 甚至诸侯国里面的清代夫 他也上行下效 诸侯没有为成之道 他也没有为成之道 那是天下最乱的时候 他说我一想到天下这么乱 我心里很难过 我就忍不住要掉眼泪 我们常常读这个道理 常常听课 直到末法时期 最终的整个动荡不安 会逐渐的显现在你我的眼前 我们看气候的变迁 对不对 我们看世界的这个战争 你在看到有多少的疾病 不断的在发生 来伤害我们地球人类的生命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末法 所带来的显向重生 我们也觉得很悲哀 但是悲哀有用吗 子师子他就讲 他说然 他说你讲的话我懂 但是今以一人之身 有事之不治 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烦恼 这个天下动荡不安 百姓不能够安居乐业 然后你难过的要掉眼泪 你这种情况 就是由河水之拙 而以气轻之眼 我看这个淡水河 这个黄河水实在很足了 我掉两滴眼泪 看这个河水是不是能够清平 我们离淡水河很遥远 我们新庄人旁边有个大汉溪 您就我们下课集体去那边 一起掉两滴眼泪 你掉不出来你带一杯水去 每一个人灌一杯水进去 你看那个大汉溪会变吗 一样脏臭无比 他说其为无意莫大焉 只是只认为 你这样的行为 一点都没有意义 唯能不忧事之乱 而患身之不治者 可以与言道也 我们要跟一个人谈道的一个尊贵 谈修行的一个好处 你必须要有知人知名 一个人是忧天下的动荡不安 却从来没有回过头来 看自己的言行举止端不端正 那这个人你要跟他谈修道 一定会带给他觉得极大的不满 我那次跟道清就在谈 这个所谓的心理疗法 他就让后学跟他说 你看我身上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是前两天的事情 我说摆在二十年前 我口无遮拦 一定把我个人所见的 就倾狼而出 这鸡蛋也挑骨头的本事 我还是天生也具有 可是已经历经了二十年人事的锻炼 我没有那么傻 你现在很想要知道你身上的问题 我也告诉你 我也看到了一两点 但是我不会跟你讲 因为当你现在急于想知道答案 你会要求我倾狼而出 当我照实而说 事后你心平气和 你就会怪我 你难道只看到我的好 我的坏处吗 我都没有好处吗 我说我一个地方摔一次摔两次 是自己粗心大意 我连摔三次 我的IQ就有问题 你看我是IQ有问题的人吗 站在路边跟后学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你身上一个最大的盲点 我说只要是你的朋友都知道 为什么独独你看不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学了三十年四十年 你的家运不改 为什么你自己身体有这么多的一个病痛 原因在哪里 你积了很多外王的功夫 你捐钱啊 你布施啊 你行山施 但是你的内生的东西 他没有建立 所以我们一直在谈 修道要修身 修身要修心啊 身者心之气 身是一个工具 你如果没有心在发号施令 工具是不能够做任何的 一个功能的发挥的 那工具的主人 就是我们这一颗心 所以让工具做好做坏 原因在于自己的心 他就解答出来 为什么修道人不能见人过 见人过心即是左 那个心就是讲 你的道心不见了 已经偏斜了 沦落为人心了 因为你知识了 你的四肢百害 做出不端的行为 就代表你这颗心 他不干净了 所以人如果心正 自然就循规道具 佛门不是讲 衣报随着正报转 衣报就是你外在 所有的生活条件 你所有的人文关系的行程 你的财富 都是你的衣报 正报就是你的心 最简单减点自己 改变自己 我要如何才能够切实的 透过回光返照 发现自己无名的所在 你很简单 你就从生活当中去考察 你这一生与生而拥有的幸福 是你过去生 及格的课题 我们不是有夫妻的感情 相当的美好吗 这是你过去生 结了善言 不是也有 这种关系 相当破裂的吗 它就是你的修行的功课 所以你今生 所有遇到的烦恼 就是你过去生 你跟对方所欠修的科目 所以人就是四种关系 相遇在一起 不见不欠 相见必欠 陈慧早上跟霍学开玩笑 那个钱没有付给你 我也忘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样子呢 后来转念一想 没关系 不见不欠嘛 对不对 那欠了将来一定会还 我又何必急于 现在要追逃你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玩笑话 可是他谈的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五轮关系的一个对应 但求问心无愧 可是注意 这个问心无愧 你要问的是你的天心啊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思维 我没有错啊 那我没有错 我现在之所以隐忍不发 是因为我要落实修道人 要彰显我的气度 我是没错的 你如果是这种省思 你就千错万错 大错特错 你一定要从别人的不满当中 去找出自己要去承担的责任 我曾经在解决自我的一个 所谓的人际关系的一个调和 我整理出来一个道理 让我俯首称臣 认为这一段人际关系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那就是我整理出的答案就是 不论一个东西要截入到冰点 或者达到溶点 一个是截动 一个是溶解 它有一个溶点 那你如果没有你千万分之0.0001 它不会到溶点 换句话说 你的过再隐为 你要放大你的过 你不能眼睛一直盯着 99.999%是它的错 我为什么要去 为我那个微乎其微 甚至我看不到它错在哪里的错 去承担这份责任 当你这个念头一出来 你就没有增参魂 我早期在回光返照 之所以收不到具体效果 就是因为我落在这个地方 任何事情我哪里有错 旁观人都告诉我没错 为什么我要承担责任 我跟劳母讲了一句话 所谓的跟劳母讲 是因为家里有佛堂 就跟劳母唠叭了两句 我因为要修这个道 我就要这样子委屈求全吗 我就要这样子让自己生不如死吗 我做对了 我还要去忍受别人吗 我反反复复的那一段时间 一直这样跟劳母抱怨 当然老母是闻风不动的啦 可是当里面的怨气吐出来之后 你就开始脏东西倒进了 你有空间了 那个毅力就进来 所以那个毅力一进来 我第一次行心理疗法 解决自己的这个 这个手上长得肌瘤的时候 前面的三个多月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不断的在膨胀 膨胀扩大他的面积 当一想通 半个月就消失殆尽了 也没吃药 也没做任何的一个调理 所以各位前嫌 透过这么一个亲身的经历 要让后学彻底体悟出来 圣贤的话 一定要照单全收 不要有任何的隐喻啊 所以做不到 没有得到预期效果 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依着 圣人所教的去做 所以在大学世心灵当中 我们讲修身要修心 这个心修到什么样的程度 大学我们都研读过了 代德我们就已经开过班了 其中有一句话叫做 君者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句话如果摆到现在讲 他不是一句好话 也就是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但是对不起 圣人讲的这个极 不是这么恶劣的 他这个极 就是我们讲的无极 太极里面的太极 太极就是无极的一个得用啊 换句话说 你真的一个有心学到的人 你在在处处 你都要秉住于你的良心本性做事啊 这个太极摆在我们人身上 就是那个心理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自信里面 所涵盖的万善美德 我把它行诸于万物 刚刚讲道生宇宙万物 所以有宇宙万物的一个创生 有一物就有一则 有一个准则啊 既然都是来自于道 所以万物的准则 从来没有离开太极 前仙会说 怎么不说没有离开无极呢 无极是体是见不到的 可是道的一个用 是腐蚀皆有的 所以万物完全的用 都不能够离开太极啊 所以我们的言语造作 凡有用者必用此极 所以用此极 你就一定能够行识善 你就一定可以远离十恶 三句境界里面讲的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苦度众生 你只要善用此极 秉住于良心本性自我要求 你所行诸于外的 一定率性之味道 所以我们不是有讲 天理 地理 事理 物理 性理 这个理就是一物必有一则 这则就是没有离开太极 所以这也就是中庸讲的 时钟 二六时钟 虚于不离 时就是时间的意思 钟就是我们的本体 你时时刻刻 你的起心动念 在发号思念的时候 不要背离的那一点灵光 这也就是我们十条大院讲的 诚心保守 因为人在诚 容易随境流转 所以偶尔会犯出一些错 你后面才会有实心修炼 实心忏忽 那重点其实就在第一条 我有诚心保守 真正的诚心保守 他还真的你不用参加年参 你一切作为不离道 你要参什么 你要无中生有吗 那问题 我们偶尔在不经心当中 我们会背道不耻 这个在解反文文字性的时候 后学就跟前贤解释过 十条大院的重点就在前两条 所有圣贤留下经典的修行的法则 没有离开这两条 就在我们求道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修行的一个法要 重点之所在 但是长期以来 我们把十条大院用默形的 用朗读的 因为没有深入了解各种的含义 所以我们空有一个力气在手 却没有对自己的修行 产生莫大的注意的原因 就是这个理 我们理解的不够透彻 所以我们才要不间断的 借由各教经典的阐述 我们才能够融会贯通 所以你求道以后 一定要三步离道 所以道就是万事万物运行的准则 你看老子在《道德经》讲 天得一则亲 天理的运作没有离开道 地得一则你 然后侯王得以以真 我们得一 我们立身处事也要做别人的一个表率 所以这个道在你我的身上 就是我们的一个立身处事的准则 处事不照着这个规矩去做 我们就容易带来人际关系的一个崩溃 于是你就觉得修道好像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背离了这一个准则 纵然眼前看似得到短暂的成功 最终你还是掉入到你原先运转的那个轨道当中 你没有办法彻底扭转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有一些人他在遇到挫折 他去所谓的求神问谱用一些树柔动静 他可以得到短暂的效果 但是一瞬间他又要回到他原先运转的轨道 原因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不可能背离这个准则 所以我们谈修道 不说太极 你不要求自己立身处事 援守着这一点灵光所涵盖的万善美德 然后处处美其名 称自己为修道了 就很像行路而忘所自其地 你忘记你踏入修行 你的目的在于哪里 你忘记你要往那个目标前进 你需要具备的资格是什么 你都忘了 在忘的前提之下 你修道想要成道 徘徊其路而已 你走得到吗 不会你走偏了 所以知其源则留一朔 得其本则知业一探 所以我们知道源头 你知道长江黄河浩浩沙沙沙 流经那路的时候 十几省 你掌握住源头 你知道他流经的一个脉络 我们立于身处事 掌握住根本 各位前写 你就不要担心你后天的命运 会有什么乖揣之所在 会有什么不幸的地方 都不可能 所以万法归一 永远提醒自己 我会讲万法归一 我在立身处事 有守持准则吗 你看十五条 佛归第一条 尊敬先佛 尊敬先佛 就是普贤实愿的 普行恭敬 我为什么要普行恭敬 你普行恭敬 你对人有一个尊敬的态度 你对事 你也不敢轻估 那你对人就没有 高低位阶之别 没有尊卑之分 因为你了解 万法在向上来看 有诸多的差别 就人而言有 这个所谓的闲于不孝 贫富贵贱 但是他来处是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源头弄清楚了 在自我减点的过程 就更容易掌握住分寸 那接着我们在下课之前 跟各位前贤 谈这么一个话题 为什么我一贯到 我修的道成天上 我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天道 我要从人道去着手 其实如果你够细心 前面已经跟你讲了 我会把这个东西再放进来 一方面因为 王侯与言行录探讨的是人道 从这本经书去印证 再从我们过去研究的各教经典里面 你去做一个探讨 而后不要再去听信那些奇怪的东西 我一贯到是修的天道 我们不是修人道的 不要再去讲这种 笑掉神仙下恶的这种话语 不要再让别人瞧不起我们中门的修行 你数十年的修为 你还讲这种话出来 那叫三个字 白修了 一经上讲 天地出于太极 这个没问题吧 道生天生地生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零零种种一大堆 我们不要去探讨那个万物有多少 光看天的一个浩瀚 各位前贤 你知道天的边际在哪里吗 天上面悬盖了这么多的星宿 你每一个的位置你都认得很清楚吗 我因为从小是路痴 我母亲总担心我出门会忘了回家 所以从小就教我要辨认南极北极 而你家是在哪个方向 他先教我看星星 你冬天看什么星星 你夏天看什么星星 他上面一直你看到没有 你看那个最亮的 我妈妈每一颗都很亮 你没有看到那个什么的 那个勺子下来 妈妈那个勺子下来都很多 我就是看不懂 你看我们在读书 我们在座有很多大学生 天文这个区块你懂多少 我又不是研究这个天文的 我怎么知道 奇象固大 他包罗万象 你大的时候难考 你难以去印证 可以知道了吧 可是人物出于天地 天命之卫性嘛 我们不谈其他的物 谈你我天命之卫性 相较于天跟地 我们这个人生 跟我们最接近 从形体而言 他也比较小 你身高能够多少 听说地球存在过三公尺多的人 但是现在三公尺的不多见吧 从其他你打篮球 两公尺多就已经是高人了 那你我如果一般而言 大概就一百七一百八了 六尺昂长之躯有没有 也没几个啊 六尺就两公尺了 我们女生大概都在一百四一百五啊 不是一百四一百四太小了 我们这个昆道会跳起来 我哪这么娇小玲珑 大概就在一百五到一百六 超过一百六的有 但是也不多见 相较于天所包罗万象 他的浩瀚 我们看人生的高低长短 是不是容易掌握住 其形以小 小则印针 针跟考的意思一样 就是你容易得到实际的印针 我修到有没有一个火候 有没有成就 透过我个人的修行 考察我个人 看看别人 我就知道效果如何 所以真其小自得其大 你从一个小的东西 得到一个印针 只效其母啊 我从我妈妈那边来的 龙生龙凤生凤 没问题吧 不要讲后面讲老鼠生的是浩子 我们不要这样自甘堕落 会让我们的父母很伤心啊 我们都是龙凤之姿啊 会生龙生凤的爹娘 他难道会是甲爪跟羔羊吗 他也是龙凤嘛 这叫做子孝其母 所以从我们个人身上 你得到的效果 你就可以验证整个大的一个逻辑给出来啦 却其身也同不以大小有输也啊 所以人可以跟天地并列为三才 天的高明 地的一个伯后 请问你 你凭什么跟他并列为三才 你的功能有他那么浩大吗 有 你把那个心里面 所具备的万善美德 自然的行诸以外 你就能够去行天地所不能做的事情 因为天地无生 他不能劝化世人 你我有生 你我有生 所以我们可以把圣人的话 透过身体的一个落实 然后我们透过言语表达 跟人家分享修道的好处 然后引领大家一体同风走修行的路 达到道化天下的一个目的 所以言大者必求其小 言天者必求之人 所以你修天道 你离开人道 你没得修 你也没得谈 了解吗 这一段经文是《易经》里面的东西 后学提出来 等各位前学人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